唐人孙 这些个贼头贼脑的小家伙 都是谁呀 都是唐人孙的儿子 请皇上检阅 都取名字了 取了 报户口的时候就得有名字的 你们家什么户籍啊 降户 靠唐人也能算降户 靠唐人的总不能称儒户吧 算你有理 老大叫什么呀 易江峰 易江峰 不错 老二呢 二郎神 可以呀唐人孙 这天上的神仙都被你请家里来了 老三呢 老三叫吉三腔 吉三腔 有点意思 老四呢 老四叫四边静 这个不好 四边静 他这模样应该叫四边闹 老五呢 老五叫五马江耳水 五马就五马吧 还江耳水 这名字也推长点了吧 谁让他给摊上了呢 不过这名字上口 他好记 老六呢 皇上 由奴才来报吧 这老六叫六一令 老七叫梁州第七 老八叫八生甘州 这老九啊 叫九爪霍狼儿 老十叫十字调 唐人孙 我说的对不对呀 呦 刘公公真神 全知道啊 刘公公你怎么会知道呢 皇上 这唐人孙也真是懒到家了 他懒得 连孩子的名字都不取了 全用的是戏曲中的曲牌名 我平时太忙了 你们不知道 他们一睁眼就要吃 你们不知道 我们家吃饭的那个景象 来 孩子们 给皇上来唱一段 一 二 清早起 肚里唱的曲空腾记 锅里的灯笼还刚上气 娘说七何事生地 我们说生地熟地没关系 半日中肚里又有恶鬼梯 大白菜煮在捞面里 娘说油盐还在油盐铺 我们说让那油盐去长区 天马眼 大银落得像楼梯 娘说环保桌上就只剩了芝麻灰 爹爹心里不知是苦还是乐 口里乐乐的长大地 那你这老十一叫什么呀 万年欢 好 总算是杀了伪了 对呀 叫万年欢怎么也该完了吧 是啊 我本来想也该完了 可是没想到一转眼 家主婆又给我生了一个 又生了一个 这真有你的 这真叫一达呀这是 这老十二又叫什么呀 好名字都让他哥几个战权了 他最后只剩下个枯黄天了 枯黄天 枯黄天 一江峰 赶快叫弟弟们睡觉去吧 走走 一江峰 好好好 不客气 走吧 走了 唐人孙呢唐人孙 你也不过如此 想当年我们家太祖皇帝 生了二十六个皇子 你有几个老婆 唐人孙 唐人孙就这副德行 他能有几个老婆 他只有一个黄脸婆 刘公公 你说是唐人孙厉害 还是唐人孙的老婆厉害 这个 皇上 这话刘公公他不方便说 皇上大婚之后 就什么都明白了 刘公公 咱是不是也该娶亲了 宫里边正在给皇上 操办大婚之事 好 好好选一个皇后 绝对不能选于唐人孙的老婆 咱怎么都得生十三个儿子 无论如何也要比唐人孙多一个 皇上何止生十三个儿子 唐人孙只有一个老婆 皇上大婚之后 怎么得也要娶 一后二妃 再说后宫还有上千的宫女 对 一个皇后生十三个儿子 两个妃子再生二十六个 再加上后宫 朕的儿子都可以组成一支御林军了 到时候我就可以带着他们出去打仗 爷 爷呀 这 这可是多么壮观的场面哪 大婚 大婚赶紧大婚 是 回去就吩咐他们赶紧操办朕的婚事 是 咱得把生儿子这事 提到一时日成上来了 唐人孙 要是我真的生了那么多儿子 他们都逼我调皮 我该怎么办啊 我是管还是不管呢 我要是管的话 我这做老子的还想调皮捣蛋呢 礼阁老萧公公到 妥王 皇上 两宫皇太后请皇上回宫 皇上 已经是五经时分 该临嘲了 李哥老 我一宿都没睡 萧公公 皇上的暖觉可带了来 李大人 暖觉已经在门口了 皇上请在暖觉里稍事休息 从今天起 年过完了 也该开经研了 还要开经研呢 我们刚才已经商议过了 还是先办大婚生儿子的事重要一些 皇上搭婚的事 两宫皇太后正在操办着 目前皇上的大事就是经研 这是皇上在登基大典上 亲口对文武百官说的 可以可以 听课总比临朝要自在一些 唐孙别忘了 隔三差五的给我送几个糖仁来 皇上得给银子 行 看在你们家哭黄天的份上 每个月给你几个大子 谢皇上 回宫 但又摆了